谈点金刚狼三叔死一战里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 细节一 在电影里 金刚狼变成了一个开着专车谋生的大叔 而金刚狼这辆车的车牌是WER 112 这个112的编号指的是漫画《非凡X战警》第112期 和金刚狼漫画第112期 这两期漫画的故事和电影有着一定关联 其中《非凡X战警》第112期 将述的是反派万子王将X战警成员全部儿童化 使他们保持成人的记忆及智慧 但是身体和能力却只有儿童水平 金刚狼的力不从心 细节二 金刚狼和X教授在逃避追捕的过程中 住进了一家酒店暂时休整 在这段剧情里 X教授和小狼与劳拉正在观看电影 他们观看的这部电影 是1953年上映的西部片《原野奇侠》 该影片讲述了一个隐退的英雄来到一个小镇里 用暴力解决小镇的坏人之后 独自一人离开小镇的故事 电影的导演詹姆斯曼·高德曾表示 这部片子对金刚狼三的制作很有启发 细节三 在电影中 其实这些出现在影片里的漫画 是没有发行过的假漫画 这是漫威的首席创意官为了电影特意制作的 细节四 在影片发布的海报里 这张有一只小手牵着金刚狼大手的海报 是致敬了经典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海报 另一张金刚狼抱着劳拉的海报 对应的是漫画《木狼·摩根》 金刚狼抱着小绿巨人的画面 细节五 当X教授被金刚狼的克隆体X24杀死之后 金刚狼把他安葬在了一个油水的地方 而X教授身前的房子边上就有一片湖泊 金刚狼知道X教授非常想回家 但是最后没能回去 便选择了一处能换起家乡记忆的地方 让X教授长眠 细节六 在金刚狼居住的地方 墙上就有挂着一把武士刀 这个镜头其实是暗示了电影《金刚狼2》里的故事剧情 在电影《金刚狼2》的故事线之后 衔接的就是X战警秘转未来的故事 然后踩到《金刚狼3》 而这个武士刀的特写镜头 也是对系列前作的一个呼应 对系列前作词